在台湾 有网友在国家发展委员会的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 把台湾时区由目前的GMT加8 提前至GMT加9 与日本、韩国同个时区 脱离大陆标准时区 连数两天已经获得7000多人的支持 朝野立委表示应审慎评估 民进党立委赖瑞龙表示 我想这个对国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包括我们的上班时间、上学时间 甚至于你的生活的作息 所以我想这个要在经过内部 更审慎的研议 那当然除非有很必要性 不然我倾向是 是不是还是要慎重的评估 比较恰当一点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是国发会2015年推出 提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 提案进入复议阶段以后 要在60天内取得5000人的复议联数 主管机关才会予以回应 此案则是不到两天 就已经跨越了5000人的门槛 联署者重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说 提案人表示 台湾其实在过去也曾经属于GMT加9的时区 与台湾类似精度的韩国也属于GMT加9时区 由GMT加8改成GMT加9 也可以象征性地脱离大陆的从属 让到台湾的陆客 外国旅客潜意识体会到台湾与大陆互不相从属 并且台湾时区如果提前一个小时 在冬季下班时间不会这么暗 夏季也可以充分地利用阳光 台大地理系教授赖静贵表示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则说 虽然改时区没有办法让台湾离中国大陆远一点 但有人提案也算是台湾明星的一种表现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适合 8年9月之间 230年9月之间 给Supy一定要 没继续 自然天地